仅仅只是过了片刻 在场有几个导演 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陈飞扬原来也算是个人物 不过因为性格太直 得罪了方式影验 后者直接利用关系 把他彻底封杀了 没想到还敢跑到这里来叫嚣啊 哎 这不是那个陈飞扬陈导吗 怎么 封杀令解禁了 我都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你啊 就是就是 当年在文艺界独树一帜 现在居然混到这种田地了吗 这明显就是自己做 一把好牌愣是打成烂牌了 他们的话 是陈导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这些人很多都是他的晚辈呢 这在别人落井下石的时候 倒是一个顶几个呀 就在众人还要继续调侃的时候 突然 有一个身影走到了场内 他身后也跟了几个保镖 林凡看了半天 这家伙身边居然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谭海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演员嘛 来人并没有理会别人 而是直接对陈飞扬问 啊 没错 这小子很不错 上次的广告我已经让你看了 陈飞扬无所谓的回答 林凡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刘乾坤刘倒 陈飞扬把林凡引荐给刘倒 在场的人本来还有些质疑呢 因为这人一个鸭舌帽 还有一副黑墨镜 很多人都没有认出来 但是当陈飞扬介绍完之后 他们的脸色都齐齐变了 现在很多人没有着急去试镜的原因 就是在等这个刘倒啊 没想到他竟然会亲自过来 而且还直接去找那个骗子林凡 这让他们完全想不通 与此同时 刚才还讥讽陈飞扬的几个人 面色一变 这刘乾坤是什么人呢 他们当然知道 完了 难道这家伙真的接近了 要不然刘乾坤怎么会来帮忙呢 众人正在议论的时候 陈导站了出来 然后对着这里的学员说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名额 如果觉得自己条件适合的话 你们也可以试一试 还有 这次我们也是请来了三合药业的董事之一 谭海先生 他将会成为我们这次最大的投资方 三合药业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哎呀 你可真是落伍了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三合药业超级火爆呢 据说 他说一直是供不应求 还有 这个林凡就是当时的代言人 林凡听着众人对他的称赞 心里也是一阵无语呀 心说你们这帮狗东西真是贱了钱就是爷呀 没在这里有过多的停留 这边只是留下了几个厂物帮忙试经 至于两个导演和林凡 潭海等人 直接离开了培训基地 找了一家酒店开始谈事物了 林凡现在极为郁闷 这潭海根本就没有和自己商量 这是私自要入股啊 具体的情况就让潭海老板跟你们说吧 刘乾坤说这话的时候 显得十分客气 俨然和潭海的关系很不错 林凡和龙玄玄对视一眼之后 脸上也是有些疑惑 这个事情呢 是这个样子的啊 潭海也把这次的决定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当然 他说的十分的官方 什么最近电影行业发展很迅速 还有什么 因为这个新人林凡的出现 让三合药业的产量上去了 背后的老板很开心 这才要进来试试水的 这鬼话骗别人能行 可是骗林凡 那是绝对不行的呀 这绝对是苏清柔的主意 林凡想了想就问 哈 陈导 这次拍摄的地点是在哪 还有用时要多久啊 具体拍摄什么呢 这其实是林凡最想知道的 西北七省一直不太安宁 所以他绝对不能离开得太久的 要是只剩下刘家和马家 那这事情算是大挑了 看给你着急的 你们两个就先看看吧 陈导直接递给两人一个剧本 然后他们继续聊着 林凡大概把这里面的故事看明白了 原来是一个古装片 但不同的是 里面的演员可都是老戏古 这些人可和那个陆浩和江宇 有着本质区别呀 算是演艺圈里的中流砥柱 可惜啊 问题就是林凡还不太出名 这一点让很多人都头疼 哎呀 要是林凡能有三流的人气 我想这事情就好办了 陈导有些着急这件事 虽然这个片子都是一些老戏古 在演 但是没有了流量的搭配 效果差了不止一筹啊 对呀 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刘乾坤也说 这个我们后面的大董事说了 这林凡我们就是用钱 砸也要把它砸出来 你们直接去操作 需要关系和钱呢 就直接说话 谭海无所谓的说